政府會常常落開接觸市民 兼取不同的意見 政府構構重組之後 會有同一個決策局 負責房屋事務和土地供應 梁振英說 香港近年累積了一些問題未解決 尤其是房屋和貧富懸殊等等的問題 行為不可以再拖 上等之後要加快解決 更加和香港不可以再石路盆 公屋上樓輪航時間長 支樓又不會營運負擔到 住屋問題困擾著不少香港人 參選期間已經強調房屋政策的梁振英說 上任之後會加快金屋的興建進度 不要習慣了近年那種做事一定要破坑 一定要一定要排洋 我們做工是要70個月的了